- 健康好生活,生活好健康,健康好生活,是观众同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 大家好,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您观看,想到健康 - 这个很多医学专家都告诉我们多吃鱼多健康 - 那这个季节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时令当令的小行鱼 - 像我手上这种肉鱼,这种麻吉拉,或者四破鱼,或者青鱼 - 都是相对CP值高,而且对现代人来讲 - 这个小家庭饮食生活比较简单的话 - 小行鱼其实是最容易处理,跟最容易健康生活来应用的 -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 待会我们的专家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 好,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了有六个好朋友 -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江索山医生 - 大家好 -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洪淑青 - 大家好 - 再来也是我们的医生好朋友,黄建龙医生 - 主持人好,大家好 - 再来是我们的养生好朋友,谭敦词老师 - 同志好 - 再来是我们的厨房料理好朋友,阿芳姐姐 - 大家好 - 再来是我们的台菜好朋友,文博士师傅 - 大家好 - 淑青现在小家庭当道,然后单身当道 - 前一阵子有个周刊研究台湾单身经济 - 还要顾环保 - 怎么样要顾健康呢? - 第一件事就是不吃大型鱼 -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 如果你吃的太大的大型鱼 - 因为它是食物链的最终端 - 所以包括重金属的累积 - 或甚至环境荷尔蒙的累积 - 都可能会造成你身体的负面影响 - 所以没吃到好的,反而吃到坏的 - 可是你想说不吃大鱼,那就吃小鱼了 - 吃小鱼要吃环保,要吃小型鱼 - 而不是吃幼鱼 - 有些人就说我吃的是很小的鱼啊 - 可是问题是你那个鱼上还没长大 - 还没长大就被你吃掉 - 以后你就没有鱼园 - 所以人家现在常说全球叫过鱼 - 就是捕捞过度嘛 - 所以我们要找的一些鱼就是 - 它刚刚好长大也就是一只小型鱼 - 它的Size最好就是你们家一个盘子 - 可以有头有尾放在里面就是最刚好 - 那第三种叫做吃什么高CP值 - 高CP值就像林冠手上这个一样 -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最近尤其这半年来 - 我这个食材的那个价值 - 高到吓死人 - 而这三年来老实说鱼货的价格也是上扬非常多 - 以前一条鱼可能几十块就有 - 现在有时候买个白仓大一点的就要上千元了 - 所以像这种当令的刚好的小型鱼 - 像这种我们以前常吃的什么细破鱼或肉鱼 - 以前我们都觉得这是杂鱼 廉价鱼 - 可是现在不是喔 - 现在发现说它一点都不杂 - 虽然廉价但它CP值很高 - 因为它一样也有丰富的鱼油 - 它可能有维他命D - 它一样是低脂肪的好蛋白质来源 - 只要我们会吃 - 照着我们今天三个厨师做 - 又可以吃高CP值又可以吃健康 - 真的 而且江医师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多吃小型鱼嘛 - 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的碳足迹最低 - 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很奇怪 - 我们台湾自己生产很多的鱼 - 不过我们吃的鱼很少 - 对 - 我们吃的鱼就少得人家几乎跟美国人一样 - 真的喔 - 对 很可怕 - 然后我们台湾人呢 - 明明牛肉我们几乎是没办法自己生产 - 对 - 可是我们大量的进口牛肉 - 是 - 那个碳足迹就非常的远 - 那像这种禁岸的鱼喔 - 其实它几个好处 - 碳足迹低 - 你就一抓就马上就上岸 - 就可以用 - 然后有个问题是 - 因为不能拜嘛 - 所以就是便宜啦 - 价钱比较差 - 比较便宜啦 - 现在不景气 - 刚好吃点便宜的啊 - 对 - 那另外一个受这个 - 它本身鱼的特征的影响 - 就像青鱼那以前 - 因为它保鲜很困难 - 对 - 所以我们传统上只敢把它拿来当作 - 那个钓尾鱼的啦 - 或者做成罐头啦 - 罐头 -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冷冻链有问题 - 我们没办法从南方澳 - 顺着那个北夷公路到台北 - 还保持它鲜度 - 所以为什么这个鱼以前很便宜 -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冷冻链在台湾 - 已经不是问题了 - 对 - 所以也是该它翻身的时候 - 对 - 而且请教一下黄医师 - 你是心脏专科的医生 - 通常你们都会比较鼓励现代人的饮食当中 - 鱼肉相对于红肉是比较好的选择吗 - 对 - 比如说鱼肉相对于红肉来讲的话 - 鱼肉我们都说它是白肉 - 那白肉的话一般来讲的话 - 对我们心血管疾病会比较好一点 - 那其实吃鱼对身体好 - 对心脏好 - 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是没有错 - 那国外有很多医学的作者 - 他们做了很多研究 - 有些是有正面的结果 - 那有一些虽然没有得到正面的结果 - 不过至少也没有反面 - 换句话说 - 等于是说吃鱼来讲的话呢 - 基本上对身体是没有坏处的 - 那主要是鱼有鱼油 - 那我们知道动物性脂肪 - 大部分都是固态的 - 那鱼的话它在深海里面有 - 它的脂肪如果是固态的 - 它没有办法生活 - 因为深海是低温的 - 那为什么鱼能够保持那个油 - 都不要能够凝结 -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 那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像我们今天介绍 - 这种含有很多是Omega3的Omega3的脂肪酸 - 那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 基本上最常见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EPA啦 - DHA这种 - 这种的话对我们心血管方面是非常好 - 尤其是EPA的话它有抗发炎的效果 - 那也能够抑制三酸甘油脂的一个合成 - 降低我们体内三酸甘油脂的含量 - 那DHA大家也知道 - 对脑神经的发育都很好 - 所以EPA DHA其实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好的一个 - 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来源 - 那我们从鱼来摄取的话是最直接的 - 比吃那个鱼油来得好 - 对 这个就是天然的鱼油 - 而且相对上能力老少都需要这样的营养素 - 那我请我右手边的来宾跟素卿一起出来分享 - 这个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作霸期待这一集呢 - 有一天我呢在脸书上滑啊滑 - 滑到阿方老师的脸书 - 一口气买几百只自己说 - 我买四十五只啦没有到 - 我那天买三种鱼 - 然后总共杀了一百四十几只鱼啦 - 他们家一口气可以吃上百只的鱼 - 买数量最多的是这个吗 - 对 就是青鱼还有这个肉脂啦 - 那我要先讲说肉脂啦 - 我们就讲说肉脂啦 - 鱼鱼 - 很多人以为它是鱼鱼 - 其实不是 - 它是鱼鱼 - 鱼鱼的喔 - 对 - 它我们说白仓这几年很贵 - 它其实叫它的赤仓 - 赤仓 - 再来以前它有一个名字叫自助餐女 - 对 - 就是它很方便就是一人可以食用的 - 接手一百百 - 对 可是你听到自助餐女 - 会觉得好像很廉价 - 但是事实上只要它回归到小麦的传统市场的话 - 就是妈妈早上去买这样 - 妈妈喜欢买那个樱鱼 - 那这样子其实它并不便宜 - 今天我们执行说买这三条 - 她说两百块 - 没有 二百是这三条比较差的还两百块 - 好 - 然后我手上的 - 这次我到渝港去买 - 然后回来我贴在脸书上 - 今天跟大家分享 - 这是刚从樱鱼之外 - 然后大概我手巴掌 - 比你今天手上拿的稍微小一点的 - 然后我买起来一条 - 合起来是十块钱 - 什么 - 对 所以 - 所以到场地买真的有搭 - 因为我白天都在工作 - 没有什么机会 - 然后我也不太很赞同说 - 就是你那个鱼 - 就是放得不新鲜 - 所以我其实把它当夜游 - 如果在北部的朋友 - 有机会大家就到砍宅点去玩一玩 - 还好是说下次跟我去玩夜游 - 那其实 - 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买鱼的尝试 - 比如说 - 我们说这都是叫银皮鱼 - 那银皮鱼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眼睛 - 叫黑到发亮 - 但是它要黑亮亮就对了 -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上市场之后 - 它通常它的颜色就开始变灰色 - 修化白内脏 - 甚至还可以开始的越来越柔 - 越来越柔 - 我右手边这盘很明显眼睛比较左 - 左手边这盘很明显比较亮 - 对 - 对 - 温师傅给你买你要买哪一盘 - 当然是这盘 - 这盘不是我买的啊 - 这个 - 这盘你买的 - 是是是是 - 那比较黑比较丑的 - 还要花200块买的 - 是我们的企划买的 - 在超市买的 - 好啦 - 那前面温师傅那一盘 - 有袋子包的这个是40块的 - 这就是我买的 - 这要你买的 - 对 - 每一只这样煮干净 - 你不要把它连在里面 - 对 然后把它像这样子 - 我就会很平整 - 这就是我家一餐的量 - 对 - 而且因为这个鱼小型 - 然后又比较身体小 - 肉也比较薄 - 对 - 所以这个不管要煎料料理 - 都会熟得快 - 对 而且你不需要等到它全解冻 - 就是半解冻的时候 - 洗干净瀝干 - 有的人是用盐骂一骂 - 用煎的 - 蒸的都可以 - 就这样子处理 - 所以这个是在我家 - 很好处理的一个 - 好 - 这个是你们家的跟猫都吃的 - 抱歉啊 - 对 - 男猫一体 - 真的 - 那这个季节 - 还有这一个是四破鱼 - 这个古早的阿嬤 - 有年龄的阿嬤都说 - 这个古早味好吃 - 煎一个就怕 - 怎么办 - 我也是有年龄的阿嬤 - 可是因为我们的词形 - 说要做这个鱼 - 我们讲说四破鱼是现在当时 - 对 它是生 - 就是一个鱼 - 一个生科的 - 生科的鱼 - 可是它一样 - 刚刚就如黄医师讲的 - 因为它的这个Omega3 - 油脂这些很丰富 - 所以它基本上很容易腐败 - 那你在市场上 - 要买到生鲜的 - 其实很难 - 对 - 所以在像我们北部 - 那个八斗子 - 它们上传之后 - 就会把它蒸熟 - 直接蒸熟 - 那你在市场上面 - 大吃的比较贵 - 还是小吃的比较贵 - 应该要大吃的比较贵 - 你是说鱼是吗 - 鱼是吗 - 鱼是吗 - 因为鱼已经很少见到了 - 然后会看到是有大有小 - 你要这样问 - 一定是小吃的比较贵 - 要小吃的比较贵 - 要小吃的比较贵 - 其实就是跟 - 刚刚原始食物链的概念 - 我觉得是吻合的 - 人家说小吃的肉比较贵 - 你说准不准 - 看到这个细胖鱼 - 其实它只要回煎一下 - 就很好吃了 - 对 - 你知道这有些菜市场 - 它在这边卖 - 我路过都闻得到它的操头皮 - 对 - 所以你一定要挑 - 就是说摩底下啃 - 然后那个没有穿鞋的苍蝇先生 - 飞过来飞去 - 我跟你讲再好吃都不要买 - 可是这个季节 - 就很推荐大家吃肉鸡辣 - 然后试破鱼 - 那还有这个是鲸鱼吗 - 鲸鱼对 - 那我们说买鲸鱼 - 它有一个 - 一样的 - 刚刚看肉鱼 - 一样的 - 我们在市场上 - 你很难 - 你可以看到 - 这个鲸鱼的眼睛 - 要黑到 - 亮到是发黑的 - 然后鲸鱼随着放置的时间 - 它的咬就很容易辨别到 - 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 - 一个开始 - 因为它里面 - 这两只就有差了 - 看这两只都非常新鲜 - 这三只都有差 - 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 - 这一只开始就产生冲血 - 对 - 然后开始就浑浑的 - 对 -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 它的新鲜度就没有这一只 - 所以跟人一样 - 眼球不要有红血汁 - 对 - 对 - 对 - 有的时候我们熬夜过度 - 眼球也是有红血汁 - 我讲说像这样子的鱼 - 我像买到这一只挪威的 - 我们执行说 - 我说它怎么没有删除 - 就是把那鱼场 - 这样子他们就直接 - 其实这样子其实是 - 品质是比较不好的 - 如果在饮食的观点 - 它微生物在里面还继续发生 - 对 然后最容易腐败 - 就是它那个长度的地方 - 就是你只要一开始解冻里面 - 已经开始腐烂了 - 对 - 对 -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以前 - 刚刚江医师在讲说 - 我们的冷冻链 - 就是配送啊 - 从生产加工链到冷冻宅配的链 - 没有形成之前 - 那时候的青鱼 - 就是离岸之后 - 就是两个命运 - 大家对这个东西就很熟悉 - 好 这个是一罐头 - 对 大家都吃过嘛 - 对不对 - 就是把它的营养在最及时 - 在岸边就加工 - 然后不然就是 - 在鱼缸边你就看到了 - 真的 - 鹹鱼 - 鹹鱼 - 对 - 这个是我们阿芳牌的咸鱼干 - 这个是青鱼干嘛 - 对 青鱼 - 它是比鱼叶干更干耶 - 它鱼叶干的 - 它鱼叶干的 - 它是鹹鱼的 - 姐姐 你这个是怎么做的 - 其实就是用粗盐 - 就是你第一要在最新鲜的时候 - 鱼港买回来的时候 - 你在菜市场买的 - 基本上回来都不要做这个 - 因为没有意义 - 就是最新鲜的鱼港买回来 - 然后就是用很大量的粗盐 - 那你一定说多少量 - 它没有比例 - 为什么 - 因为鱼肉有多少 - 它有多少水分 - 吃完那个盐 - 它就不吃了 - 那你要给它足量的盐 - 才能够对它有防腐 - 及时防腐的效果 - 那它不吃盐了 - 那剩下的盐也不会进去 - OK - 所以就是给它足量的盐 - 然后就晒它吗 - 还是风干 - 先风干 - 为什么 -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晒 - 那个太阳光 - 就会把它的表面的 - 吸收掉了 - 所以制作咸鱼 - 要从晚上开始 - 所以为什么会叫做一夜干 - 就是说 - 因为鱼肉它本身有油脂 - 有水分 - 那如果我们上了盐分 - 水分就释出 - 相对鱼肉里面的油脂含量 - 就会比较高 - 对不对 - 然后风干了之后 - 水分更干 - 这个时候它的油脂高 - 鱼就香 - 所以为什么叫一夜干 - 好 那就这样子 - 腌好了之后 - 就是把它钓了 - 然后没有 - 就是在我家 - 因为后阳台 - 是一个玻璃房 - 所以风干 - 我好想参观你家阳台 - 下次带你去 - 这里晒鱼干 - 下面晒红枣 - 对 - 然后风干了之后 - 然后早上开始见太阳才开始晒 - 那通常两天到三天 - 一天之后 - 这个雨熟成的颜色就出来了 - 两到三天它就完全全干了 - 基本上我放冷藏室 - 它可以放蛮久 - 但是因为好吃 - 很快就被人家要光 - 所以也不会放太久 - 也不会放太久 - 对 - 那青鱼另外还有一种 - 谭老师 - 这个比较推荐一些职业妇女 - 或者有一些上班族 - 也可以选择的是 - 这样子的一个青鱼片 - 因为这个很方便回来丢到水里面 - 马上就好 - 甚至你不用解冻 - 也可以直接用 - 而且这个是比较薄片 - 不过这个好像我自己吃的结果 - 不同的厂牌 - 有的是咸度会比较高 - 那咸度比较高 - 你会怎么处理 - 其实我都会把这些 - 一定都先洗过 - 无论它是哪一种咸度 - 我一定洗过擦干之后再烹调 - 清水再洗一次 - 洗掉一部分的盐分的概念是不是 - 对 - 所以尽管它是这样子极速冷冻的 - 你一定是清水洗干净 - 然后再擦干水分 - 对 - 然后假设你要煎 - 或者入料理才做料理 - 对 - 好 谢谢我们的来宾 - 谢谢 - 好 接下来阿芳姐姐要分享 - 刚刚讲小行鱼 - 营养又健康CP值要高 - 那你要分享一个 - 现代人可以吃的地中海面香轻鱼 - 对 一般我觉得 - 现在大家妈买回去都是这种 - 就是节切好的轻鱼 - 觉得大部分的家庭就是油煎煎的 - 对 - 烤箱烤烤烤的 - 就这样子了 没了 - 那我在家里面 - 其实我会希望跟比较多的蔬菜 - 去做结合 - 所以今天介绍一道我家炖的这个鱼的菜色 - 好 然后我现在用的除了 - 刚刚谭老师比较常用的这种节切之外 - 我也把我们家的这个鱼 - 新鲜的 - 新鲜的鱼 - 就是这个是挪威青鱼的切片 - 那这个是市面上买得到的密封包 - 那阿芳老师现在在切的是 - 如果你去比较新鲜的这个鱼室 - 也买得到新鲜货 - 是 - 这个季节也买得到 - 那这个新鲜货应该就是本地的周围的海域的 - 对 就是我们说的 - 就是南方澳 - 南方澳 近海 - 对 - 然后因为它的鱼肉有很丰富的油脂 -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整鲜鱼的时候 - 记得一定从肉的面向下 - 向下 - 让它的一个油脂先释出 - 所以你今天要给大家吃两种鱼 - 我把两种 - 然后我本来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 - 有两种不一样的鱼 - 一种是我们刚刚讲进口的挪威的 - 一种是这个本港的 - 像这样水的肉里面它的味道是不够 - 它是一种比较温和的 - 是 - 但这小朋友发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 我们其实让学会有建议 - 大概一个礼拜至少摄取两次的鱼 - 那每次大概100公克 -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 你可以在家里面准备除了蒜头 - 然后那个辣椒很特别 - 我今天这个是辣菜 - 爱吃辣的人应该会很喜欢 - 而且我用的辣是干的辣椒 - 那至于其他的蔬菜呢 - 就看你欢喜番茄 - 好 这个季节秋葵这些 - 节瓜 - 对 然后最特别的是 - 在有青鱼 - 我觉得青鱼炖番茄还有节瓜 - 是最好吃的 - 好 最完美的 - 所以那个刚刚鱼多大块 - 我的节瓜 - 就切多大块 - 对 就切多大块 - 所以这个节瓜也有一公分厚 - 有 等会呢 - 到时候可以炖 - 如果没有节瓜 - 妈妈可以用什么 - 然后我另外还会准备有一碗的通心本 - 好 我们给亲口拍哦 - 这个是很多小朋友很爱吃的 - 那一种口味的意大利面 - 好 然后我这不急 - 我让它慢慢煎 - 我同时另外一锅 - 来煮汤跟料 - 对 就来炖那个汤底 - 好 我们先放一点点的橄榄油 - 先放一点橄榄油 - 那我们要炒一下我们的配料 - 我要从冷油的时候 - 开始下蒜片 - 开始炒蒜头 - 好 然后呢 - 放一点点的 - 辣椒 - 辣椒 对 - 这个跟传统哦 - 意大利人炒意大利面的逻辑 - 就是蒜片辣椒先炒香 - 对 - 然后不用 - 这用干辣椒跟用那个 - 就是生辣椒它的 - 味道不一样 - 味道完全不一样 - 然后现在锅子我因为预热 - 温度够 - 所以我的火是关掉的 - 慢慢的去爆它 - 但是香已经出来了 - 刚刚那个香味出来 - 好 然后见它快要焦了 - 不能让它焦 - 赶快把消防队 - 番茄 - 就是番茄是水分 - 可是这样子余温还是很焦香 - 对 - 然后就把它 - 因为有水汽 - 就把辣椒的香味 - 跟公保的原理一样 - 就把它炒出来 - 很香 - 而且你看真的很厉害 - 因为以往这种煎青鱼的时候 - 都是你这一楼在煎 - 隔壁就知道你只煎青鱼了 - 因为很臭臭 - 你知道吗 - 可是你看它放到现在 - 现在我们唯独闻到就只有隔壁这一锅 - 很香的这个蒜跟麻椒的味道 - 对 - 鱼的味道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 - 对 -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汤 - 放进来 - 这个也不用额外 - 高汤吗 - 不用 就清水下来 - 因为高汤在最后面炖鱼的时候 - 连通心粉就一起炖 - 好 - 而且因为它真的鱼油高 - 所以它真的不沾锅这样煎就可以熟了 - 所以对于想吃Omega-3鱼油的人来讲 - 他真的吃青鱼算是CP值高 - 真的很划算 - 因为你想看就想说 - 我想吃鱼油 - 那我吃Odoro好了 - 我以为鱼肚都是油花 - 为什么吃这种油很多的 - 可是老实说 - 你在吃油的同时 - 一 它是不是就是鱼油 - 因为即使是鱼 - 它也有不同的油脂的组成 - 你是说鱼油并不等于Omega-3油 - 对 - 不是说鱼里面的油都是EPA DHA - 这不等的Omega- 3 - 所以有些鱼你喂飼料 - 天天都吃那种什么黄豆粉 - 或甚至你都吃肉糊粉 - 它哪会有什么EPA DHA太多 - 没有 - 所以重点来的就是 -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吃这些好的鱼油的话 - 甚至青鱼算是CP值很高 - 那第二名来讲是秋刀鱼 - 第三名如果本土鱼种是土鱼 - 可是土鱼有一个疑问 - 土鱼第一个它比较大一个 - 而且有些人认为土鱼看海域有些重金属的情况 - 对 - 对 - 所以我觉得前两名都很便宜嘛 - 大家真的是季节的时候多吃 - 不要再因为它想到就番茄青鱼 - 就觉得很便宜 - 然后觉得不好吃 - 没有 - 你看它现在做起来 - 对 -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腥味的啊 - 对 - 好 阿芳姐姐同一时间 - 你稍微顾一下锅子内的青鱼切片 - 把它翻面的结瓜下去 - 对 我已经开始把它 - 结瓜也要煎香 - 稍微煎香 - 就跟烤的红椒烤甜椒一样 - 它们的蔬菜你经过烤过 - 那因为已经煎鱼了 - 所以它就是很像烤的蔬菜一样 - 然后等会再放进来 - 很妙啊 - 我现在有闻到一点鱼香结瓜香了 - 对 - 我家里面茄瓜 - 这样子煎 煎完 - 我觉得它就跟煎豆腐一样 -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用一点酱油跟糖 - 然后最后我家最多的就是紫苏 - 就是茄瓜红烧紫苏 - 好啦 然后现在锅子够热了 - 我的鱼已经都上来了 - 然后我的茄瓜稍微你看看烤一下 - 让它上色 - 然后让它煎完 - 然后我们等这边刚好 - 也滚了 - 好 我们的这个汤也沸腾了 - 是 然后现在我就准备要把这些鱼块 - 通通把它放进来 - 好 - 这个时候把鱼块跟结瓜 - 放到我们的番茄汤当中 - 对 - 好 - 哇 - 这样有地中海的感觉 - 好 放一点盐 - 从来都没有想到青鱼也可以游在地中海这边 - 对啊 真的 - 好 - 盐巴可以适量 - 对 一点点盐 - 好 - 然后再来我们要把 - 我们的通心粉 - 对 通心粉 - 通心粉 - 哦 这样这一锅就可以吃到完整的营养素了嘛 - 对不对 - 面食也有完整的营养素 - 膳食纤维有结瓜跟我们的番茄 - 还有鱼肉 - 对 所以我会用的是粒状面 - 就不会用是长面条 - 而是看你要用贝壳面 - 然后通心粉 - 花样的通心粉都是可以的 - 好 然后再来 - 好 季节性的玉米粉 - 你都可以一起放进来 - 放在上面 - 那也增加它蔬菜 - 增加它的膳食纤维 - 对 然后秋葵 - 秋葵这个时候也可以下 - 对 - 哦 - 因为鱼很快就熟 - 好快哦 - 对 - 好 然后呢 - 这个黑胡椒粒 - 好 诶 - 你是黑胡椒的这个颗粒 - 颗粒 颗粒 - 对 然后如果在家里面有的人 - 你家里有 - 不用特地挑什么 - 你有什么迷迭香 - 你有百里香 - 你有奥勒钢叶 - 通通都可以 - 你可以这样子运用 - 取代胡椒 - 都可以 - 然后现在把它关上来 - 好 煮一下 - 四分钟到五分钟 - 等谁熟 - 等它熟 - 等面熟 - 基本上这锅鱼就炖好了 - 等会最后把我们的九层塔放进去 - 就可以上桌 - 好 那我们煮它的同时 - 请教一下江医师 - 吃这个青鱼 - 除了丰富的Omega3之外 - 听说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 是 因为鱼里面 - 其实它本身就有相当量的维生素D - 维生素B - 那B本身植物里面比较难有 - 所以吃素的人通常B就很难聚除 - 那像这样子的肉里面 - 它的维生素B够 - 那B我们也知道它跟神经发育有关 - 跟维持神经的稳定有关 - 那B不足的时候甚至容易有神经痛 - 什么纤维痛这些东西 - 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常常有人去日本买那个 - 日本卖的那个什么B群 - 然后来治疗自己的神经痛 - 事实上也会看到效果 -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 治疗神经痛的东西 - 那对小朋友发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 那再请教一下黄医师 - 这个我们常常讲 - 吃鱼可以照顾心血管的健康 - 那听说像最近是夏天 - 夏天其实你们临床上 - 也会接收到一些心血管疾病来的 - 非常值得这样的案例跟病症 - 这个其实跟生活有关系 - 在以前我们当在心血管发生的季节 - 差不多是冬天比较多 - 那最近这几年 - 不晓得是饮食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 夏天的话其实也很多心肌梗塞的病人 - 很多医院的话最近这几个月来讲 - 都有接收到很多心肌梗塞病人 - 跟以前传统不一样 - 哪里不一样 - 以前的话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冬天 - 现在的话呢 - 连发生的年龄都有下降的趋势 - 大概三十几岁的话就有心肌梗塞 - 夏天的话也会发生心肌梗塞 - 我们自己的案例就是有一个 - 就是一样在做业务的啊 - 他可能很忙 - 然后谈业务都要抽烟啊 - 所以基本上的话他几乎也没有在吃什么 - 像我们这么健康的食品没有 - 他就是每天就应酬就喝酒抽烟 - 才三十岁不到而已 - 他结果他就心肌梗塞 -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 如果平常要做到保养的话 - 你在饮食上的话 - 可能要多注意这些问题 - 如果说你很忙 - 没有办法去注意你的身体健康 - 至少你饮食在摄取了之后 - 你吃进去的东西要先想一下 - 这个东西到底对你好不好 - 我们心脏学会有建议 - 大概美人的话 - 大概平均成年人的话 - 一个礼拜至少摄取两次的鱼 - 那每次大概100公克左右 - 这样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 对 而且我们要知道一点 - 就是说像今天介绍这些鱼啊 - 像轻微Omega3那么高的 - 其实对孕妇非常重要 - 之前有一篇研究 - 单就提升妈妈的这个DHA的摄取量 - 脚朋友生下小朋友到12岁做自律生涯 - 跟对照组还有明显的差异 - 好 那同一时间我们这一锅也好香哦 - 对 差不多 - 它是一个最封木蔬菜 - 然后炖鱼 - 好 我把火力转小了 - 好 那我们最后再加一点点的这个九层塔 - 你可以看到这个九层塔 - 我就是在起锅前加进来 - 好香哦 - 然后一定要把它 - 你不用去旁边剥 - 你就找一个地方 - 然后有汤汁就把所有的九层塔 - 放到里面去完全煮熟 - 我现在就闻到黑胡椒香跟九层塔香 - 可是完全没有青鱼的腥味了 - 这个一定要学 - 那我们来试吃哦 - 哇 我们阿芳姐姐地中海肚女 - 好好吃 很好喝哦 - 很好吃的 - 而且每一个蔬菜都好吃 - 那个洁瓜 - 那个秋葵 - 那个玉米笋都好吃 - 都非常好吃 - 那加那个意大利面是很重要的灵魂 - 那意大利面真的是经典 - 那因为一般来讲 - 我们很多会常常看到那个意大利面 - 它因为煮的时间拿捏不当 - 所以那意大利面已经泡成白白泡泡的 - 那意大利面不好吃 - 可是这个刚好焖的时间刚刚好的意大利面 - 它是要熟不熟之间 - 但是它没有面心蛋汤 - 你就知道它是刚刚好 - 那那个时候会把这些汤啊 - 刚好就是吸过来 - 就非常好吃 - 然后汤也浓稠 - 重点是它的青鱼完全没有腥味 - 因为已经被香料完全都抢走了味道 - 所以你只吃到青鱼 - 尤其是台湾青鱼那个甜味跟嫩度 - 对 - 重点来了很多女生 - 很多人都觉得说 - 青鱼EPADHA - 它只对什么油耗帮助 - 像说它对头脑好啊 - 对心血管好 - 你知道 - 对女生更好 - 对 - 为什么呢 - 很多女生会有一个问题叫筋痛 - 还有筋前症候群的问题 - 那这中间其中有一个很讨厌的作用东西 - 叫前列腺素 - 它就是造成部分女生很多 - 原发性筋痛的原因 - 而刚好这个我们认为 - 鱼油里面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 - 它就可以对抗这种前列腺素造成的一些发炎现象 - 所以我觉得如果女生刚好有这种筋前症候群啊 - 脾气很容易脾气变得很奇怪 - 毛毛的这样子啊 - 其实可以在那段时间就是多摄取一些这种 - 就富含EPADHA的这些鱼类 - 你看你吃的少负担没有不好的脂肪 - 那些好的脂肪帮你消炎 - 帮你调节你的脾气 - 还可以降你的食欲 - 因为很多人筋前症候群会食欲大开 - 好 那接下来温师傅也要分享 - 这个季节时令非常好吃的肉鸡辣 - 不是只能煎鱼而已 - 你要分享一个泰式番茄肉鱼 - 是的 是的 - 好 那我首先呢 - 我们先来教我们上次有跟观众朋友说 - 我们要教观众朋友 - 磕一下那个流心垂 - 流心垂 来 - 来看一看 - 可以看一下 -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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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 你现在流心垂已经没流行了 - 你可以磕一个神奇宝贝球给我 - 对 - 我说这个去感对感对象 有一些海鲜的东西 - 担心钠含量会比较高 - 可是相对它算是跟 - 它算是高贺低钠的 - 所以对心血管是相对好的 - 它给一个很延价的平民的鱼 - 一个翻身 一个国际化的机会 - 真的 - 给小朋友带便当 - 这种都是典型的 - 非常虾贩的便当 - 其实谭导师这个做法非常好 - 吃日鱼的时候就不用担心 - 有没有鱼刺的问题 - 对 - 语刺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画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比较好 那在这个十字的面 往外四个面都往外推 推0.7公分 0.7有救吗 0.7这样子 大约0.7 真的刚好0.7吗 就是你不能切掉它 不能切掉 这个就是它的脚呈现出来的地方 然后四面这样子 四面都是0.7 这一不小心会切到手流血盒 切过去 好来再重逢这个动作 这就是有四个线这样子 就是每一面都切四个 每一面它有六个面 六四二十四 所以你要切二十四刀 好重复这个动作 重复这个动作要很有耐性 每一个小小的活锅要下二十四刀 所以如果切十个就要下两百四十刀 对 没有重点是除了说 它这个形状很吸引小朋友之外 有时候我们食品 食物食材创造这么多面积啊 其实第一个受热的时间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它吸附汤汁的面积 它的受食跟口感会改变 对 好来这我们把它这个剥下 所以下了二十四刀还要下手工 对 要把它脚胶剥下来 剥脚胶 它就有脚了 我的天啊 温师傅你学流星锤学多久 这个很快 大概几分钟就学会了 对像我这样讲解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你都没有一不小心切到手指头吗 没有没有 这个就是刀 当年你师傅都这样折磨你吗 没有啦 所以说折磨 好好训练我们嘛 好好好 对这样就会来 好可爱喔 好像很可爱耶 有很多脚 它是黏在一起的 好啦 对 好 好了之后 那不会切流星锤的观众朋友 切滚刀块也可以啦 切丁也好 好来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教我们的观众朋友 切一下这个肉 因为肉鱼一般是这里有两边起 对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起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稍微修整掉 然后这个待会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好我们的起的地方好 画刀好 那不要画太深就差不多在一半的地方 然后反过来好那这一刀要稍微深一点 好就是把鱼骨的地方在这边就切掉 就这上面的排刺 对这一排刺 就切掉了 好 好那切掉的时候 我们待会再下去做一个熟成的时候 入味程度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每一只都可以做这样的处理 对对对 那这样子待会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吃到肉 比较少一点点的刺 对 好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鱼是因为刺 对 刺夺 那一不小心鱼刺还会有伤害 好 其实你看肉鱼因为它跟 刚刚讲它仓科嘛 所以其实它的刺算很整齐的 对 只是这几年因为这个鱼货是贵的 在不是 我们本港盛产就捕捞的季节的话 其实会买到就是其他国家来的 这个鱼货 很讨厌 妈妈你不要买 你买的是白买的 为什么买回去像咸鱼一样 真的 因为它打盐打得很重 你回去我们人那个没办法吃 对 好 师傅稍微把鱼这个腐理完 把它吸干之后 对吸干 要稍微腌制一点点盐巴 对 我们加点盐跟胡椒粉 好一点点的盐就好了 对 让它待会在喷挑的时候 比较容易入味 好 盐跟胡椒 那撒一点胡椒 好 好 把它翻面 翻面 再做这个动作 然后待会呢 我们稍微腌一下之后 待会我们要加入我们的这个 面粉 好 因为加点面粉 现在来拍一点面粉下去煎 它的这个表面会比较酥脆 对对对 好 这个面粉应该是一般的筋性的都可以 对 就是低筋的 好 低筋的面粉 拍一点面粉 对 这个是传统上煎的 很多人都说什么有什么 其实让它干燥 对 那粉的目的也是让它干燥嘛 对对 所以我们一点点面粉 那这样子待会鱼皮也比较不会破 而且鱼皮也会比较焦化 焦香 脆脆 好 那二厨帮你热一个锅 那放一点油嘛 对对 加一点油 加一点油 而且其实除了刚才说因为它是昌科 刺也相对很少 其实很整齐很好很好挑之外啊 你看它比真的白昌便宜超级多 可是它的营养成分啊 完全不逊它甚至比它更好 因为它其实我们有时候 有一些海鲜的东西担心钠含量会比较高 可是相对它算是跟白昌比它算是高甲低钠的 所以对心血管是相对好 那我们温师傅让他们做梅花座吗 排整齐这样子 排整小鱼 让它熟成这样子 排得好刚刚好哦 那这个 对对对刚刚好 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这个 因为鱼的部分我们就让它慢慢煎 那这边呢我们做一个泰式酱 在家里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 比较容易取得的食材来做 好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这个酱汁的部分呢 我们要下 放在果汁鸡里面下来打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是放泰式的这个酱料的寿司 辣椒 这个是新鲜的红椒 新鲜辣椒 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茅 香茅 对香茅 泰国菜老是有香茅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柠檬叶 那我们加一点这个果汁鸡 这个柠檬汁下来打 好 就只有这些哦 对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它加下来打 我们再加一点这个是酒 好 一小碗的酒 白酒都可以吗 就是米酒 还有还有一点这个醋 好 加一点点的酒跟醋再打它 有 有 第三个 好 这样打碎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泰式的寿司哦 待会儿要搭配我们的鱼来吃哦 那我们的鱼在这个锅子哦开始冒出这个焦香了 先上色哦 哦真的有香茅跟柠檬叶跟柠檬汁就是这种泰国餐厅 这个加海鲜就是海鲜汤 这个加沙拉就是泰式沙拉 对对对 好 那这个香料的部分刚好可以有一点 跟鱼跟海鲜对的起来的话就有点去腥 好 来我们来看哦 这个鱼肉什么时间点翻面很重要 对所以不要大概翻两次了 不要一直一直翻这样子 温师傅你在翻面的时候我们后悔排这么满 对 蛤 我们后悔把鱼排这么满 对啊 不会不会待会儿你煎出来的时候 就一人有一只 那你这时候就不会后悔 你说这四只的话你才会后悔 好 我输气 你不要想到神体宝贝也会把魔力球拿回来 好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这个蒜头加下 蒜末这个时间点下去 对 好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流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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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人一颗 一人一颗 所以一条鱼配一颗流星球 对 酱汁这个时候下 对酱汁 这酱很香 煎上色之后好香 这么漂亮哦 所以酱打香了之后 这个时间点一起下去 对我们加一点鱼露 好一点鱼露 对 哇 鱼露加下最主要是调味 这个时候果然没有后悔放那么多一个人 放那么多汁 好 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加一点糖 好香哦 对 对 甘露 那个泰国餐厅香就下来了 这个是什么 糖 然后我们盖上锅盖 给它稍微焖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煎这个鱼 我们下酱汁的时候它已经有气氛熟 对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加水去煨 待会煮出来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自然的这个甜味 好 然后待会呢 你再把这个番茄跟芹菜把它摆下来 泡熟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焖熟 好香哦 现在整个是泰国餐厅香 对 今天都是家常鱼 对 但是做的方法都很特别 都很特别哦 传统妈妈做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只会煎熟而已 会吃蜜 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要变化口味 今天的都好有变化 好 师傅我们最后这一分钟焖好 就熟成可以吃哦 是的 好那我们来试吃哦 哇我们温师傅的泰式这一个煎肉鱼 很好吃 这个寿司真的超好吃 而且它那个寿司 江医师我刚刚看他在打 柠檬汁啦 香茅啦 柠檬叶啦 辣椒 都是鲜香料 那一个鲜香料 直接去调味那个鱼 就相对营养又健康 是尤其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些鲜香料 为什么它有这个味道 因为它本来就用来抗虫 所以几乎这些鲜香料都有抑制 像肿瘤细胞 抑制所谓的氧化活性等等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的鲜香料都被证实说 它可以抑制肠味道的肿瘤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健康 而且我觉得厨师最伟大的就是说 它靠这种新的方法来喷条 它给一个很廉价的平民的鱼 一个翻身 一个国际化的机会 你知道吗 真的 更不要说其实多吃鱼 真的是观众朋友应该要多吃鱼 原因是因为 除了刚才讲的好处之外 哈佛大学做过2100个青少年的研究 他也发现鱼吃少的肺部会最差 所以相对的意思就是说鱼多吃 肺部会比较好 所以你看它对于心脏有好处 对肺有好处 对抑制肠味道肿瘤有好处 其实鱼的好处真的很多 尤其这种平价的鱼 应该说是台湾几乎人人吃得起 而且碳足迹又低 对不对 那接下来 这个唐老师也要分享一个 试破鱼要炒糯米浆 那你要先教大家 如果是要给小朋友带便当 你会担心鱼吃 你都会去头去尾去吃 对 如果像我今天的是新鲜的那个试破鱼 我就会先就是 我回家的鱼的处理 我就准备剪刀 然后把头剪掉 然后尾巴剪掉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内脏就是 因为阿方老师他比较厉害 用一根汤匙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就把它 对如果是生的鱼 我就会这样把它剪掉 然后清除内脏 然后就一份的量 比如说我们家三个人的时候 我就三条鱼这样去冷冻 那如果像这种熟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吃剩的 那要再带便当的时候 我就会把肉剥下来 因为你肉剥下来 就有点像在剥那个鸡丝那样的概念 对 这个就是鱼丝鱼肉的概念 对 那这个就从鱼尾去把肉丝 你就压一下 它就会破开 你就把这个肉折下来 对 然后呢你就把刺挑掉 其实它这个刺都很大啦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那你就把这个刺拿掉之后 那只剩下的就是鱼肉 像这个就完全没有刺了 那你就很简单 就把它剥开来 这样子就放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取出来的 对 但是我这个是生的 然后煎过之后剩下来的 好 然后就这样子 那我就把它加成 有点类似苍蝇头的槽法 好 那我们就乐一个不沾锅 谭老师这个就体贴家里头 如果有小朋友或老人 担心吃鱼吃会有伤害 对 对 那我们就加那个一点点的油 也不用太多 好一点点的油 对 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把这个辣椒 红色的 好就是这个会有点辣 我们是去脂的辣椒 对 去脂 先炒的是辣椒 那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大蒜也下来 这个是大蒜 对我用的是那个长长的青蒜 好长的那种青蒜 对你喜欢什么其实都可以啦 那我就是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我觉得鱼跟海鲜一定要有辛香料搭 对 一方面辛香料又提香提味 一方面它又压抑一点点的腥味 对 好 然后其实这个糯米椒呢 因为我就会直接把它放进来 对 糯米椒是不辣的椒嘛 对不辣的 这个是有一些人吃那个糯米椒炒小鱼干的那一种 对 那我通常这个绿色就会比较多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点豆豉下来好了 好 这个时候豆豉就会提一点味 对不要太多 好 然后 然后把它炒一下 炒一炒 好 然后呢让它稍微炒一下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 它稍微有点 我们替过的这个撕破鱼的鱼肉 对 它因为它也是熟的 熟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太多 好我们就可以拌炒它 对 然后加一点点的这个鱼肉下来 其实它鱼油也蛮多的 对 那其实用这个来取代那个苍蝇头的肉 对 所以它跟苍蝇头是同样的概念 只是它吃的不是猪肉 对 而且你这样子的时候 小孩子拿来拌饭的 拌饭 其实它的味道就还蛮重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外头买的四波鱼 可能有这个加一点点盐 水煮过蒸过对不对 对 那所以再搭配一点点的这一个糯米椒 或者别的这个辛香料 对 降低一点它的咸度 对 很香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都是熟的 对 那我们不要炒太久 那我们的韭菜花就下来了 哦 你看多高鲜 真的 真的是苍蝇头 真的是苍蝇头 这个是变化版的鱼肉苍蝇头 对 很有创意 很有创意 而且它加了那么多糯米椒 对 它这一道菜就是更加那个 抗氧化能力更好 真的 这超强无敌 然后给小朋友带便当 这种都是典型的 非常下饭的便当菜 最后加的这一小匙 就是一点点的酱油 酱油 对 就是看你的喜好啦 你也可以加一点点盐 就不一定要加酱油 那我们今天因为我 我比较喜欢蛋口味的 对 所以我就不再加盐 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味道就好 对 那其实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这样就可以了 哇 我们唐老师糯米椒炒四破鱼 糯米椒跟韭菜花都好好吃喔 好妙的滋味喔 而且很妙真的 因为我从小吃到大 吃到了四破鱼之后煎的 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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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吃过这个 但很特别的是第一个 糯米椒它本身 其实这个季节 或者你挑的对的时候 它是属于水分含量很高的 然后它吃下去爽脆感很够 然后刚刚它跟那个韭菜 是两个不大一样 韭菜相对扎实一点点 它相对爽脆一点点 那它香一点点 韭菜味道重一点点 所以它们两个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可是同样的呢 在这里面呢就反而是四破鱼 因为小时候我还是觉得 每次走过那个菜市场 四破鱼的味道 就觉得它很臭 可是完全没有 没有 它的四破鱼是甜的 对 超好吃 而且超下饭的 完全比 真正的苍蝇头好吃 因为真正的苍蝇头通常偏咸 然后它有些 它不是什么的味道又很重的 对 所以它是完全没有 它就是一个鲜甜爽脆的四破鱼 而且唐老师刚刚很贴心 先剃掉了鱼翅 那黄医师 这个很多小朋友 或者有些人 这个吃东西狼吞虎咽 这个鱼翅没有剃干净 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灾难 对 其实唐老师这个做法非常好 吃鱼的时候就不用担心 有没有鱼翅的问题 那之前在北部 有一家医学中心 就有类似的案例 他是一个妇人 他在吃鱼 那就不小心吞到一根鱼翅 他自己有感觉 那传统的做法就是 喝很多吃很多白白饭 或者是蔬菜 想要把它压下去 或者是喝醋 结果他做了半天好像没有效 到晚上还是很痛 然后他就去找医生 那医生就很细心的 帮他把鱼翅夹夹夹出来 那他以为事情就没了 但是过几天以后 他突然间在咳血 在咳血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怎么突然间在咳血 后来他再回去检查 发觉原来那个鱼翅 因为这样子 他这样子一折腾以后 那个鱼翅就慢慢的一样滑动滑动 在他的食道跟那个主动脉的管壁之间 就划了一条线 对对对 然后就产生咳血的现象 所以基本上的话 吃鱼当然是很好 但是如果有这个鱼翅问题发生的话 不要再用传统的那些做法 应该要赶快去找耳鼻尤科医师 赶快处理 好 那最后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其实吃鱼如果是吃到比较不新鲜的 你要小心几种药物 一个是咳嗽用的可带因 一个是我们高血压用的 所谓的丹安氧化酶抑制剂 那这两个都会让我们主治安 主治安的代谢有问题 所以你会产生很严重的主治安中毒 包括起床膜 然后甚至于血压降低 人耳心耳朵不舒服这些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高血压的人如果吃这种药的话 不能吃鱼吗 是 真的喔 尤其是不能吃不新鲜的鱼 那新鲜的就没关系嘛 对新鲜的话主治安比较低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孕妇吃鱼的时候要调种类 像今天调种小鱼都很好 可是孕妇如果吃到很大的鱼 很巩高的鱼 事实上会增加小朋友过冻子的风险 所谓的脑性麻痹等等的风险 那这个对孕妇来讲 事实上就是一个禁忌 那还有所谓的肝硬化的人 因为他们本身的淋血有问题 那如果你吃很多鱼的话 事实上有可能会增加它的出血倾向 那这个应该要比 好 谢谢江医师丁玲 也谢谢我们今天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吃小鱼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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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